今次這首歌的歌名比較可愛 叫做《普普無美紅》 我比較私人的 就是很簡單直接送給我 一直支持我的粉絲的一個禮物 它會是 我出到第一首歌叫《二期大樓》 它是《二期大樓》的2.0 《二期大樓》就是 那時候其實也是在形容著 一直在支持我的人 就是一直在我背後backup著我的 讓我可以向前去開拓一條屬於自己的腦 現在經歷了幾年之後 我們之間的關係就已經升華了 不再只是它們在我背後backup著我 support著我 而是就其實現在變成了 做一隻樹熊和一棵樹的關係 樹是在樹熊的生命當中 是不可滑絕的一件事 已經變成一個可以依賴的 所有東西都寄託在它身上 但是我覺得如果將這首歌 給大家普通聽眾的話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生命當中 都有一件事是屬於你的寄託的 因為人總不可能每天都生活得很開心 很多人都說希望你開心一些 但是其實我覺得生命最主要 我自己想尋求的東西就是平靜 因為人不可能是每天都開心的 但是其實找到一件令你平靜的東西 或者一個令你平靜的人其實都很難得 但是我相信大家在生命當中 都有馬上想起一件事 我recall 原來自己都挺好 挺幸福 然後這首歌在說著樹熊 其實我由出道到現在就被人說像樹熊 但是其實我個人來說就不是太喜歡的 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我身為一個男子漢 突然被人說像樹熊 好像有點太可愛 但是都OK了 這次就為了大家做一次樹熊 認是樹熊一次 今次找了Oscar填詞 是很喜歡這份歌詞的 特別是在第二段主歌那裡 他有形容過樹熊 又不是很勇漢 不是很空猛 身軀很細小 也都沒有什麼殺傷力 又好像經常傻傻傻 又懶懶閒 但是我相信這個世界上依然都會有人喜歡他的 並不是一開始就跟Oscar說想寫 我要樹熊 大家平時說我樹熊的時候 我都盡量避一避開 不足及這個話題 我這次沒有跟他講的 但是他會覺得幾relate 就是大家都覺得我像 然後也可以借這件事寫樹熊本身 他的屬性和他跟樹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我一收到之後是覺得很開心 很喜歡 這次在MV裏面都有特意呈現一下樹熊和樹 但是未能真正找到一隻真的樹熊去攬一棵樹 所以這次導演選了用一個劇團的形式去呈現出來 其實他本身是希望我簡直是親身演 我就是那一隻樹熊 就是開始演這個話劇的時候 我就是這隻樹熊 女主角中雪就是那棵樹 但是後來聊聊之後就覺得 如果有些小朋友去做這些角色都很好 就是可能我們也可以抽身出來 就是有什麼小朋友做就有趣一點 所以就是一個關於這樣的故事 在這次的MV裏面一開始都是比較慢熱一點的 我真實性格一樣慢熱一點 但是後來都開始慢慢就主動回頭 投入回頭在這個故事裏面 應該有一兩幕要扮演一下一隻樹熊 可能戴一個有樹熊耳朵的頭褲 又咬著一塊有樹葉形狀的餅 我本身很喜歡跟小朋友玩 但是今天一來賣位拍的時候 我就是要冷酷一點 所以今天沒有什麼跟他們一起玩 但是他們全部都很有趣 就是他們好像有些很害羞的 就是有些譬如我看到他 我跟他打招呼他 就要立刻躲在其他人後面 然後殺我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有時候是挺開心的 MV可以請來這兩位演員 鍾雪和阿密東一起合作是很開心 挺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大家都各自很有經驗 其實我跟鍾雪之前在拍劇的時候合作過 但是沒有直接真的對戲的戲份 不是很多的 那這次叫做第二次合作 那跟麥東就是第一次合作 那最近都有看他一些電影的演出 那也是很值得欣賞的演員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留意這兩位演員的演出 是很開心 很多謝他們可以參與我這個MV 那是很開心的 主要是一致重的演員 是一致重的演員 來跟我們拍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